最新,长泰长江大桥主体工程全面开工了。 此次长泰长江大桥项目主体工程奠基,意味着长泰长江大桥项目主体工程全面开工。 自今年1月份长泰过江通道开工以来,大桥建设按总体目标全力推进, 全面完成站桥、码头等大型临时设施建设,展开钢城景制造工作。 长泰过江通道工程东,举江英长江公路大桥约30.2公里,西距泰州长江大桥约28.5公里, 南北分别连接长州市与泰新市,上层桥面布置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,南街江移高速, 北街宁通高速,设计速度100公里每小时,路基宽度33米, 下层桥面分别布置两线城际铁路和四车道公路, 其中下层下游为公路,设计速度80公里每小时。 路基宽度19米,下层的上游为城际铁路,设计速度200公里每小时, 预留250公里每小时行车条件。 长泰长江大桥是卧生15设六纵市横高速公路网中, 如常高速公路的关键工程。 长泰过江通道建成后,可对江英大桥及周边经过高速等进行分流, 解决高速拥堵现象,泰州人去长州至少可比现在节省半小时车程。 小泰州人去长江大桥及周边的关键工程。